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不雪 位于现在爱国 东路3号的 自动日式建筑 曾经是日志时期 台北行务所的 副典域长官社 属于监狱的高阶官社 与金华街第一代的建筑 一同见证台北监狱 官社群前后期的移构 在经历不同时期的 增建、改建 还有一段时间的荒废后 而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 以及有哪些建筑特色呢 就让徐玉健教授 与主持人梦玄 带你一起看看吧 刑务所的官社 它算是高等的 那大概 它是独动的 刚刚那个警钉是双拼的 刑务所是联动的 所以它独动的话 算判人官里面高的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 来先看这个 这个有一个屋架 看到吗 这个屋架 你可以看到它尾巴被切掉了 以前这个官社 涨到那个人行道上面 这个马路拓宽以后 就把这个尾巴切掉了 再看这个 独动的日式建筑 就会有这两个空间 这一间叫做夫 这一间叫次间 中间是有拉门的 那么如果说要做大型的代客 把拉门拉开 这两个合在一起了 那这两个空间是日式建筑最高级的位置 这两个空间是代客的 所以它面向的是主庭园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回头看这个 这个叫蓝间 装饰的东西 花样 有的画成护士山 什么很漂亮的 这个是很好的天花板 高级的 这个天花板叫做甘原天花板 然后这个墙壁是原貌 你看那个 它是竹木的墙壁 这个下面有通风口 看到吗 抬高了 这个下面通风口 它可以通风 这日式建筑就是可以防潮 他们也脱鞋子的习惯 当初最原始我推测是榻榻米 然后那个地方 那个走道叫原侧 原侧的外面 应该是最好的日式的庭园景观 在那里 他们在这个走廊上面 这客人在这边看过去 没有那个门的 看出去就是一个漂亮的庭园 季修复真的好辛苦 你们要在这么艰困的环境里面 然后还要看那个残骸 充电什么是日式 日式的东西 什么是光约过后的东西 然后要想办法用以前的技术 还原成历史的风貌 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好不容易哦 古迹修复本来就是把看起来不怎么样的 好像破败的 把它的价值发掘出来 过去的好的降义啊 好的那个使用的方式啊 它有一个无形的气氛 古迹修复的责任就是把 已经快败坏了 在每个城市都点亮 那这个当然就是古迹修复者的梦 在调查的过程中 得更细心观察显露在建筑外观的各种痕迹 比对既有的文献史料图面等等 推测建筑物原貌的建构方式 才能完整呈现历史建筑原有的风貌 那这样究竟之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修复并呈现 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历史